根據地方反映 在北上宜蘭交流道前的雪碎路跟功勞路 每逢假日高層宅 警方都會禁止車輛通行 這讓地方民眾要過往 撞圍宜蘭之間 還要繞遠路 甚至不知道要如何繞 所以引發民怨 我們眾議長的基民 要經過功勞路跟雪碎路這兩個路口 要回到眾議長 都不能過 他們都帶起來 做成我們的居民要回到 都要寫一大年 寫一大年的時候 有人不知道誰都要回到 做成非常大的不便 我們這些居民一直在歡迎 經過的歡迎 我們這些代表非常關心 對於地方長期反映 建源黃建勇特別邀請縣府 黨委跟警方針對交流道前長期塞車嚴重情形 進行廣泛的討論 像是七張路右轉車車道後 將延伸車道分流避免插隊 另外雪碎跟功勞路 開放執行 禁止左右轉來插隊 而大幅路也會開放快車道 做右轉國道 側側道的主要道路 這地方路不走轉 匯入高四公路這個路段 因為那個 匯入的時候 高四公路那個圓椎 給我們排長一點 讓人不在那插隊 那不插隊才能夠在於是 高四公路交流道上高四公路 免得議員官 議員交流道上高四公路 再來 希望 東西像 雪碎路跟功勞路這兩條 可以讓暢通啦 再來就是用大幅路右轉 沒有接一個191這個 正確因為 慢車道是排一堆車不上高四公路 但是 因為這些車輛 像國四公路已經排成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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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百以後 我們的車輛不能右轉啦 所以 現在跟國四公路合上 可以在路口踩一個 能夠有快車道 能夠右轉 這個191 所以 希望這些車輛設計後 可以讓我們在這附近的生活基民 可以交通無阻 非常暢通這樣子 相關道路改善分流措施 將在四座交道號之後 並在近期內 開始運作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 只有我們學習眠嘴 所以也很worthy 拿大手 1 3 2